关心病除了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以外 还有一种治疗方式 就是冠状动脉支架术 冠状动脉支架术 就是针对冠状动脉 发生的严重挟展 在狭窄的部位 植入一个网状的支架 把这个狭窄的部位 那么通过这种网状的结构 把它撑起来 相当于把血管 本来是血管狭窄的 最后给撑开 相当于恢复 它原来的管枪的那种直击 这样让血流恢复得更加通畅 这是冠状动脉支架术的原理 那么做的过程 和冠状动脉造能检查 基本途径是一样的 也是通过我们大腿根部 或者是通过我们手腕 饶动脉的部位 那么通过这个外周血管 将非常细的一个导管 送进我们的心脏动脉的开口 然后通过一根导丝 然后把支架送到狭窄的部位 然后通过一个球囊 通过我们体外的一个高压 一个压力泵 那么把支架撑起来 最后把支架留在狭窄的部位 这个支架放进去以后 就不可能再取出来 这是解决冠状动脉狭窄 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术的方式 感谢观看